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疫情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 截至20日24时 厦门连续四天 无新增确诊病例 那么这样一些消息的出现 让大家紧绷的心 应该说稍稍松了一口气 随着各地生产生活的有序恢复 许多网友就开始感叹 看到人渐渐多了 觉得开心 那么在此时 重拾烟火器的我们 战役方式 是不是也需要来随之调整呢 等到之后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据国家卫健委数据统计 21日零至24时 31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确诊病例889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2109例 连续三天 新增治愈病例超过新增确诊病例 此外 还有多地连续多日无新增病例 截至20日24时 厦门市连续四天 零新增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 不过 现在依然不是个 可以对防控疫情松懈的时候 值得注意的是 在湖北以外地区 新增确诊病例16年降后 20日数据显示 全国处湖北以外地区 新增确诊病例258例 相较前一天的45例 出现反弹情况 防疫形势依然严峻 但防控的同时 城市生产生活也在有序恢复中 百度地图 中国城市拥堵指数平台显示 许多城市出现了车流量回升 拥堵在线的情况 不少网友也在朋友圈微博里 晒出所在城市堵车的照片 话语中没有抱怨 反而还有点小兴奋 另外 许多景区也在恢复生机 杭州西湖边上 不少民众戴着口罩赏花踏春 本周六 厦门部分公园 也将恢复开放 是的 包括厦门在内 全国多地连续多日零新增 大家都在感叹 像这样的零真的是多多益善 那么好消息接踵而来 生活生产有序地在恢复当中 这个时候大家或许就容易滋生 疫情是不是已经过去了 这样的错觉 首先现场 李主任 我们说大家渴望重拾烟火器 回归到正常的生产生活当中的心情 当然可以理解 但是现在日常防疫真能放松吗 到目前来说的话 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什么呢 现在虽然是零增长了 但是就是说只是几天的时间 最好还是等到14天 这样子就是说 让所有的病人都过了潜伏期 可能这样是相对来说的话 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现在也有零星报道说 是这个病毒的潜伏期呢 可能会超过14天 所以呢 更不能掉以轻心了 还得观察一段时间 看形势发展吧 好 谢谢李主任 许主任看到 接连而来无确诊病例的消息 心态可能会有所松懈 但是事实上 疫情形势 程如您刚刚所分析的 依然是严峻不能掉以轻心的 那么吴医生 心态上不紧绷也不松懈 我们说这个听起来 是有点矛盾的 但是这个度我们要怎么去把握 有没有哪些可操 做的方法 可以来供大家参照 是 确实这个情况下 就是不紧绷 但是也不能太松懈 所以这个度真的是很重要 那我觉得是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原则 就是我们保持乐观的这个想法 但是不盲目的乐观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 那乐观是因为我们看到 有这么多零的数据 我们开始有了信心 对不对 我们这场战争 已经取得了第一步的胜利 所以我们应该保持希望 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我们来看 所有的一些都是 有戏的恢复生产 不是前面恢复生产 所以肯定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还是需要时刻关注 这个跟疫情相关的一些 防护的措施 做好我们个人的防护 那这种心情上的相对放松 有所调适 和具体到行动当中的 还是不能松懈 这个分寸感怎么去拿捏 首先就是要去关注一下 自己的情绪的状态 如果你只是一点点的担心 或者是崩没有关系 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但是如果说你太紧绷了 或者太松懈了 可能掉以轻心的时候 可能你的身体就会有一些 就是会有一些反应 你可以检查到 甚至你的情绪也能够检查得到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去思考 这个情绪背后 可能是自己的哪一部分的需求 还没有得到满足 那在当下的这个情况下 这些需求 我可以通过什么方式 自己获得满足 不一定说我一定要太松懈地去玩 或者出去跟朋友机会 我们还有很多的方式 也就是说这个战略上 我们还是应该十分地重视它 但是在具体的战术方面 还是可以稍作调整 随着多地城市渐渐苏醒 大面积的复工 也带来了上班通勤时间 更多的人潮 那么这时候大家最担心的 就是这个出行通勤过程当中 直接或间接地和陌生人接触 会不会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李主任 相对于前段时间 大家都处在这个放假的状态之中 所以其实可以尽量地避免少出门 但是现在很多人 已经开始陆续地返岗了 那么现在不可避免的 大家要搭公交车 要搭地铁 出租车 网约车 共享单车等等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如何地 这个讲究卫生习惯 做好自我仿佛 好的 这个就是公共交通 比如说公共汽车或者地铁 这是一个环境 是人与人人之间的距离就变短了 再说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现在又说密闭空间里头 存在气溶胶传播的风险 所以就是说 在这样的环境里头 如果有传播病毒可能的这些人 一定要就是在自己家里待着 那些就是说 易感人群 最好尽量避免 就是说外出 如果万不得已 非得撑住了这种 就是公共交通的话 那么一定要注意 个人的防护 个人防护 首先呢 就是包括就是说 口罩啊 手啊 这些就是的卫生 特别是像比如说 坐地铁和这个公共汽车的时候呢 从买票的开始 你可能就得持续性的 就是戴着这个口罩 一般的口罩就行 不是特别需要 这个就是医用口罩啊 这一般口罩就可以 然后呢 就是说 再配合就是安检人员的检查 比如说量体温啊之类的 到了这个车上以后呢 就是说 在这之前你说 比如说你买排队 买票的时候呢 一定要要注意 就是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保持距离 对 起码一米以上吧 这样比较安全 做了公共交通 在工具上以后呢 一定要也要注意 就是特别是注意 这个手的卫生 除了保持这个 就是人之间的距离以外呢 戴上口罩以外呢 注意手的卫生 不要接触这个 就是比如说 不安全的东西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戴上手套 就是一般的手套 就可以 不露值的手套 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 等到你下车以后呢 一定要就是迅速的 就是离开这个公共交通 回去以后呢 就是摘掉手套 然后洗手 洗完手以后呢 就是清理以后呢 就是说 戴掉这个口罩 一定要就是说 注意就是说 如果你在公共交通上 那个手呢 你没有戴手套 那你必须就是说 不要摸自己的这个面部 比如说鼻子啊 嘴啊 眼睛啊之类的 这些地方 至于说是网约车啊 出租车啊 一般都是一对一之间的 这个就是交流 这个时候呢 除了这个 还是跟刚才说的 就是帽子 口罩 和这个就是手套 注意这个手清洁 当然了 共享戴车呢 就是说 最主要的还是注意 就是说 你的手卫生了 的确 大家都注意了 的确在这样一段时间当中 口罩依然是不能少的 然后勤洗手 勤消毒 其实这些环节呢 还是每一个都要紧盯的 一些易焦虑人群呢 在乘坐 公车 地铁的时候 看到车厢当中的人 渐渐多起来 也会突然间的感觉不安 尤其如果有人 稍微咳嗽一下 或者打了个喷嚏 可能就会更加的凸显 这种焦虑 甚至是恐慌啊 所以刚才我们提醒的是 那些可能容易松懈的人 那么现在针对这些 易焦虑的人 吴医生又有什么样的办法 可以开导一下大家 我觉得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判断 自己是不是构度紧张了 一个是从我们身体的反应 比如说可能你会觉得 在这里面呼吸变得快了 心跳也快了 然后那个总感觉自己在发烧 想想看你才刚从家里出来 现在出小气都要测体温 不可能瞬间发烧了 所以可能你的身体 过度反应也提醒你 可能是过度焦虑了 那第二个部分 你可以从你的 就是行为的反应上来看 如果你一直偷离开了现在的 这个所属的房间 老是想象那个 如果这个车厢里有一个感染者 我可能被感染了 那可怕的后果 一直在想象那个画面 他就没有离 他已经离开了此时此刻 不在这个车里 那可能也是一个信号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也关注自己的情绪 我是不是变得容易激乐了 然后到了办公室 可能看谁都不顺眼 想跟谁吵 然后还有一个部分 我觉得也有一些人 可能到了 可能我觉得其实做到 李主任说了 一些防护就过了 但是有些人他觉得不够 他要防护的清洗 还要做各种的消毒 甚至回想整个过程 刚才我的车厢里面 有没有碰到一个很可疑的人 所以这些都是在提醒你 可能你过于紧张了 像这样的这种强迫症 我们说已经趋向 于强迫症的做法 其实不但不能够 让自己觉得更安全 反倒会让自己 在生活当中 越发地觉得别扭 是 各地的生产生活 有序的恢复之中 厦门明天将迎来 首批公园的恢复开放 那么这个时候 去公园要住一些什么呢 相关内容 我们下集会接着来聊 欢迎继续关注 两岸之行特别节目 战役新力量 在疫情防控的同时 不少城市也开始 有序地恢复正常的 生产生活秩序 那么咱们厦门呢 从明天开始 是疫情的防控情况 分期分批的 将会恢复开放公园 包括像南湖公园 中山公园 鲜月公园等一批公园 都会率先地恢复开放 不过也要提醒大家的是 这个疫情防控期间呢 市民游客入园 必须佩戴口罩 不得在园内 像聚集打牌 唱歌 跳舞 泡茶以及安排其他的聚会 聚餐等等 不得举办任何的商业活动 收费公园呢 实行这个实名制购票 并实施游客量的实时控制 入园市民游客 必须要接受体温检测 继续来请教现场 李主任的是 近一段时间 大家都宅在家里 太长时间了 许多人免不了 想要出去这个透透气 那么现在公园 虽然有序的 这个陆续的开放 但是有哪一些放松的行为 大家可以去到公园里面 可以自己来帮自己做个调试的 放松来说的话 就是说 大家都想去这个 就是因为宅在家里头 都想去这个公园里头 其实在公园里头呢 就是说 如果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呢 保持一定的就是距离 特别是一米以上 或者在比较空旷的环境里头呢 这个传染上这个 这个新冠的病毒的 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但是如果大家就是掉以轻心了 你说就是大家都聚在一块 那就又成了一个 人人权密集的地方 那就会可能就增加 这个传播的机会 至于说什么东西能够就是 使人们就是放松 什么运动 我觉得一般的就是轻微的运动啊 散步啊 这些太极拳啊之类的都可以 那您前面上一个环节也提到说 还是不太建议易感人群啊 现在出门啊 尽量避免 但是恰恰是像这些老人家 特别需要出去 这个比如说你打打太极拳之类的 那么对于这些易感人群 可能还除了老人家以外 比如小朋友要出去的话 都有哪些要注意的 其实就是我们传染民说 这个就是传播的话 一般就是说 一个就是有传染源 我们一般要消灭传染源 切断传播途径 然后保护易感人群 不论哪一个就是哪一类人群 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包括这个小朋友 小朋友去了以后 当然了玩耍的时候 他可能就不像那个大人 那么好管理 可能不太会听话 所以呢就是说 大人如果就是带着小朋友 去公园玩的话 那还是就是说 让他少接触那些人多的地方 这样子就可能能避免一些 就是感染的机会 就是虽然这个公园陆续开放了 大家想出去这个踏村的心情 可以理解 但是在这个具体的一些细节上面 还是不能够太钓鱼倾心 显然我们说 吴老师 现在是不是还不是一个 可以去往人堆里凑的时候 去凑热闹的时候 但是有些人 他就偏偏就喜欢这种 人堆里面的感觉 就喜欢这种热闹 这种参与感 对于这样的一些急切 想要拥抱人群的心态 你认为有什么办法 帮助他们稍微克制一下 我觉得需要提醒自己 我这个需要是 因为我真的很想参与曲中 或者投入到人情中 但还不是时候 需要给自己这样一个提醒 我们常常说 我们需要延迟的满足 就像小朋友他喜欢吃糖 对不对 但是我们大人都会跟他讲 什么时候你才可以吃糖 所以现在作为大人 我们更应该承担起 预防这个疫情 人人有责 我不弃添乱 所以我希望跟大家 记在一起 很乐闹地记在一起 这个需要是很正常的 但不是现在 我需要延迟它 过货 过真正疫情结束以后 我才去得到这方面的满足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点 总的听起来 其实我觉得 无论是我们的身体要健康 还是我们的心理要健康 都要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我们已经说 有一些人就特别想要出去 但有一些人就特别害怕 不敢出去 那么对这样一群 特别害怕的人 又该怎么办 我觉得那个害怕 其实是一个 很好的保护因素 但是我们需要辩证地 来看这个害怕 这个害怕它带给了你 很多的保护 让你能够去做好 刚才李主任说了 种种的防护 让你今天能够如此的安全 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保持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如果你够分保护了 它把你的生活 限制得太死了 对不对 你可能连打个电话 你都担心 会不会被传染到 甚至会担心到这种程度 那这是你要的生活吗 肯定不是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你去看到这个 构度的害怕 已经给你带来 生活上的限制了 你下一步就要思考 我要的生活是什么 那接着你就可以 去再问自己 我怎么样在不确定中 去找确定 比如说刚才 我们听到了好消息 厦门已经连续四天 没有新增了 确诊的病例 对不对 公园也在陆续了 去开放 所以这部分群体 我会鼓励他们 多去关注这些 积极的信息 少去关注那些 可能会引起 他恐慌的信息 那么总的来说 我们今天这个 防抗疫情 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您对于咱们 厦门的这些市民朋友们 如何去更好地 应对疫情 给大家的生活 带来的影响 有没有一些 心灵处方开给大家 我觉得其实 我们大家都已经 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所以我们一定能够 去打赢这场仗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 很有信心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有经历 种种的情绪 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们需要去 调整我们的生活 不管是工作和生活 因为现在我知道 也有一部分人 是在家办公了 这个部分可能也很需要 他去做调整 比如说 虽然在家办公 但是我要在家里面 画出一片 是专门做工作了 然后这个时间 我也要像上班的时候 去穿着打扮 然后在工作时间内 就做工作的事情 有这样的一个气氛 可能我们的心里面的 刺激就找回来了 已经在慢慢的 去投入 调整这个生活 节奏找回来 最重要 没错 一个是我们城市的节奏 还有就是 大家的心灵的节奏 这两者同样很重要 好消息的出现 固然是增强了大家 共同来战役的信心 但是这一场和 新冠病毒肺炎 决战道理的心情 是绝对不能够放松的 那么为了 可以不戴口罩 就可以呼吸到 城市的美丽空气 为了可以长久安心地 带着一家老小 共同外出散步 为了可以和 我们最亲爱的小伙伴们 共同来这个 把火锅奶茶约起来 为了在这样一个春天 大家可以 尽早地驱散 冬日的阴霾 共同来迎接春暖花胎 抗议依然不能够松懈 大家还是要再坚持一下 就像刚才 我们两位老师说的 延迟满足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两人之行 祝您周末愉快 小期见 我们的力量 听我们解释 有爱就在意 我还有抱着你 随即 能不能相信说 常常我们睡不下 我迎接起 有我迎做的力量 我和你一起请 通过你 做的力量 我和你一起请 通过你 做的力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